台南有一個人妻 他才剛新婚一年 他就發現老公出軌了 然後外遇對象已經懷孕了 小三厚著臉皮打電話 逼問原配 孩子你能讓我們老嗎 面對外面的女人 可以說是親盟打虎 在欺負原配 結果這個老公不僅不以為意 還提議說 往後我們不如就三人行吧 讓他很崩潰 最後提離婚 那他有要求兩個人要賠償一百萬 那可是呢 令人這個很震驚 就是這個官司人妻最後是敗訴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玉峰 好 我覺得這個是蠻特別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老公這麼的勇敢 反正他就是結婚 然後新婚半年之後 突然這個老公就跟老婆講說 哎 母嬰啊 老老婆就傻眼 這句話不是通常是女生跟先生講說 我們懷上了小孩嗎 結果是男生就跟太太講說 我們有小孩了 那太太就說我們有小孩了 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外面有小孩了 我外面有小孩了 那現在的話外面那個人已經懷上了 那以後的話我想把這個小孩帶回家裡養 可不可以 太崩潰了 對 他講得很自然 所以這太太就覺得第一時間有點傻眼 這種東西怎麼會講得這麼自然 然後這太太就有點歇斯底里 就開始咆哮 就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先生就摸摸鼻子就算了 算了過了一兩個月 其實太太已經很苦惱 不知道怎麼解決這事情的時候 手機響了 結果沒想到呢 因為先生不敢去面對太太 也不知道怎麼把這事情解決 但是小三已經懷孕了 那肚子是一天一天越來越大 然後呢外面小三也在逼他說 那有跟你太太講了沒 你到底要不要離婚 你到底要怎麼樣 這個先生竟然說 那不然我手機給你 你自己打給我太太 男生就說我把你打在這裡 你兩位給他去處理 小三打電話給這個政工 就跟他說我是那個誰誰誰 然後太太就問他說 你是誰 我說那個小三就直接說 我是他女朋友 那現在我就是懷上了 那這件事情 我們要不知道怎麼解決 還是我們有個地方喝個咖啡 那太太又崩潰 就說你什麼身份 你什麼態度 你怎麼給他打電話給我 那小三也兇他 說打給你也是跟你尊重 你怎麼說你也是政工 那你講一句話 小孩子就是個生命 你要不要讓他留 給他道德綁架 就是說感覺上意思是說 如果你不讓他留沒關係啊 我就去做人工流產 可是你就扼殺了一個生命喔 然後越講越氣嘛 然後太太越講越氣 就說那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麼不要臉還是這樣子 那小三反倒就是繼續攻擊 就說可是他當初跟我說 他想跟你離婚耶 他才結婚半年耶 他才結婚半年 他竟然就跟小三說 他想要離婚 那太太其實真的是很怒 就說這件事情 我是不可能答應的 你小孩子留不留 不關我的事 反正我是不會離婚 然後我也不會接受你們這段 這段婚外情這樣子 那就以為說 就這事情又繼續拖 結果沒有想到 因為他們家有一羊寵物 所以他有一個這個 寵物貓咪的監視器 有一天他應該就是扶持心裡 就去看那個監視器的影像 哇 老公這樣把小三帶回來 然後小三在浴室沖 然後老公還有進去浴室一下 那就火大了就開始算了 要提離婚了 這老公不能留了 提離婚然後 那個女生跑到家裡來洗澡 親門打互 對 到了他的浴室 然後是主臥的浴室 那老婆就爆裂了 就去提告了 然後要賠一百 要求要訴請要一百萬的賠償 可是竟然敗訴了 為什麼 為什麼敗訴 因為他說 你只有看到老公進去一下下 老公當初的說法是說 當天是帶這個小三 還有小三的姐姐去海邊玩 所以玩完之後 身上總是有一些沙子 對不對 那找個地方灌洗一下 那小三就說 那你們究竟 反正你開車 那我去你家沖一下可以嗎 那基於人道 先生基於臨場 就給他進來沖洗 而且他說他進去一下下 他也不是要幹嘛 他只是拿一些換洗的衣物 跟毛巾給他而已 但法官才信了 法官就說 你這個貓咪監視器 只拍到小三進去 老公進去 但老公一下就出來 所以你沒有拍到他們共浴 如果你是在浴室裡面 誰會在浴室裡面裝監視器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然後就判決就說好吧 那你就敗訴了 那這個老婆就很生氣 就把他寫出來 OK OK 那所以他後來說 這個小三是老公安排要離婚的 對 小三那個老公 其實在法院上面 也有一個抗辯 他就說其實我從頭到尾 跟他都沒有婚外情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常常 老婆常常歇斯底里 有什麼事情就大呼小叫 對他來講已經造成 就是不堪同居了 所以他就是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他在 他說小三是他的同事 我就找一個人來演我的小三 所以我才會有一些 打電話給老婆 他說其實這個也不太合理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 但法官就是不管 就覺得說如果你是要判的話 那你就要侵害他的配偶權 那如果他們真的有共浴的話 就是一起洗澡 這樣才有侵害 那沒有拍到就不算 那你有這麼好的女同事嗎 願意幫你 扮演你的小三嗎 還破壞你的婚姻有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很難 我覺得如果這個 有啊願意 那個崔芬你願意嗎 當然不願意 你們這樣子交情不夠 我剛剛才坐靠近一點 就被刺責了 就沒辦法 我是一個很有界線的人 為什麼你不願意 你是說我幫他離婚 扮演他的小三 只是讓他為了讓他離婚 我就會覺得如果是這樣子 我就會覺得這個男人 很沒有擔當 會沒有辦法去面對自己的事 因為你自己的事 你還要靠另外一個人 把你從一段感情當中解救出來 因為你自己的事應該 你自己需要去好好跟你太太處理 溝通 怎麼會靠我去把你解救出來呢 黃醫師你願意嗎 你願意扮成這個 玉峰的小三 來讓他的原配心寒嗎 我覺得以玉峰哥的實力 應該很容易讓老婆心寒 為什麼我會 為什麼我會需要去拜早三呢 為什麼你覺得以他的實力 很容易讓老婆心寒 我的意思是說 男人你以為 你沒有實力讓老婆心寒 其實老婆只是說 每天在那邊忍耐 不說而已 早就都心寒了 你自己做一點事情 人家就願意離婚了 根本不需要我們女生 去涉足 去插入 我會覺得是這樣 你現在是婉言辭絕就對了 沒有婉言 沒有婉言 因為其實問律師就知道要離婚 又不是只有小三一個原因 可以離婚 有這麼多原因可以離婚 你自己要去找 那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還是有這個妨礙配偶權 那還是有可能要判賠 那我辛辛苦苦賺的錢 應該我好好去運用 我幹嘛要花在你這個身上 或是說即便是你願意拿錢 來讓我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都超越 我對金錢使用的道德良心 所以我不需要做這個事情 那佛老婆 你會讓一個你的女同事 回去家裡面洗澡嗎 在你的左臥室 不會啊 其實正常應該是都不會 大家都認為 這個都不符合常理 那為什麼法官還要判這個 這個女生敗訴呢 主要就可能還是證據的問題 其實像這種通常 因為沒有證據 所以法官這樣判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法官也承受一次這樣 我們是不敢這樣講 可是我們心裡會這樣子想 有時候我們都會講說法官你這樣判 要是如果當事人是你 你就不會這樣判 對不對 對啊 可是其實這個 這個剛剛那個 孫雯姐講到說 這個男主角沒有擔當 我有去找這個判決來看 還真的你看他除了這些抗辯以外 他還怎麼講 他說這個他老婆 他的手機桌面都是別的男人的背影照片 在交往過程中原告 跟男性友人通話 每次講電話都至少一個小時以上 造成他身心不舒服 他講這個是要做什麼 是要做抗辯 抗辯說他跟他老婆 本來就有問題 而且他老婆其實也有問題 他老婆的什麼照片 那個什麼桌面 手機的桌面 都是別的男人 是別的男人的背影的照片 然後他就拿這個來舉例說 他跟他老婆之間 其實感情已經不好了 不好了 而且他老婆自己本身也有問題 所以就是會在這種狀況 做抗辯 大概這個男的 他本身就是大概也沒有什麼擔當 那就是還又再找個同事 來假裝小三 然後之後又 又不承認 奇怪他老婆的手機 上面為什麼要用別的男生的背影 就是很常見 都是明星 可能還是正面 男明星的背影 會不會是賭神 賭神的背影 好 現在我設事實在不行 其實我覺得這裡面有個功課 就是說你看這個正功好好的 結果忽然之間小三打電話來 然後我搶 我們有孩子 你要給我們老嗎 還是你要離婚嗎 這個時候作為女生 忽然之間接到這樣的電話 你要學習怎麼會回應他 對不對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娃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繼續分享